父亲 父亲 天命人我带来了 趁着哥哥不在 父亲可把那东西交还于他 此物一旦物归原主 哥哥自然死心 火焰山的结束也便解了 好个破乌孙 咱们作死 都死不干净啊 可惜 来的不是时候 父亲糊涂了吗 小女把天命人带来救你了 是糊涂了 可言没糊涂 你不是我女儿 父亲此话从何说起 平平吃尽千辛万苦 寻了人灭了火 不就是为了回到父亲这里 老爷 早知 把炎也戳下好 免得见你作怪 为什么 我有想要 要恰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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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 不如都杀了利索 我打扮做那小妖精 自问一般无二 你是怎么看穿的 她不像你 面上敬我 心里一点儿不惧 原来如此 少不得要再把那小奸人抓回来 好好耍自己一番 不过眼下先把你们两个好兄弟 烧成灰葬在一起 闲情雅致 是好多的事 我吃香 你给客户小子吃点 我速度打食物 变金化剑 好傻子 好傻子 抗财的能耐呢 好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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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孙子 走到哪里 哪里就家破人亡 小儿虽一时落败 但惊气未散 只怕不过半晌 还能站起来 这东西 我得来后一直疯在胃囊 无人知晓 我老了 什么都怕 怕战 怕死 怕老婆 怕儿子 所以 我不敢吃 他来药 我更不敢给 狗屁天命 都是苦命 且莫信了这些方便 此番 能否再修正果 我 全凭之前 因缘造化 多亏这张地气符 那土地老儿虽然既不无人 要是 好 啊 啊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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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我说怎么善了没啥一滴雨 原来一直是你这憨儿在捉弄我 牛哥 捞出来吃一步 对不住 臭小子 叔叔今日就带你父母 执行家访 朱佛叔此处非命 人子处合非命在世 端音作传 成 追命绣 无法处我找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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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我老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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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命人 别说笑了 难道我族人的天命 就是灭门之户吗 石头里蹦出来的东西 先制我来走 中文字的短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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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国云 终何仇台 终何此生 竟无探战 竟无探戎 竟无探战 暂征 快 你这死甚不通便 只想着报仇 家都不要了 把师兄的东西吐出来 奴将来迟 大王受苦了 他们 没一个肯来 夫人 罢了 两位上仙 万望垂子 饶我而一命 这孩子 是西方夜叉不谨剩的一缕血脉 身世之悲惨离奇 世间寒有 他现在已无还手之力 若能放开一条生路 我罗刹女与大力王 情愿潜心隐性 坐观修行 连同一对儿女 永珠火焰山 我夫妻两人 甘心待他受罚 他 如果上仙不弃 这把宝山 也一并送上 有惊出有火 火出无惊 知仇不报 何来修行 他们想看的 正是如今我们跪着的模样 我 便不让你们跪着 我看你还可以看你 我昨天我去运动 我都想看你 这只能是什么 那是什么 又是什么 我都想看你 我都想看你 侯皮 你代罪立功 四眼一对 雕属 你替天行道 耳朵拿去 黄梅 你重振旗鼓 鼻子收好 白眼 你忍辱负重 把舌头流下 牛魔 你大义灭亲最是不易 她的身子 留给你了 离开 我 火 啊 你这老牛 真是晦气到家了 这一辈子 就没选对过一岁 什么时候 就 只说 只说 什么时候 牛哥 你省些力气 咱们还要杀上天去擒那玉帝老儿 此子看着像是天兵头领 牛哥 你把我电号 我去会他一回 我知你不情愿 可我又何尝不是勉强 那孩子 是他们比我吃了子母河的水 劫富而生 牛哥 若无那只猴子 我们本可当这一切从未发生 你我从此两地分居 各自静静 姚平夫 你造成了身世 为何还认为他们的狗 一笑而无 孩儿本不想与你恩断一绝 你若还念一死不容情分 就该把那东西交付于我 放我回去 给同族报仇 大王 这把扇子送云的狐孙 叫他退兵去吧 你弟我叫你了 女儿我送人了 今日你婆娘那笔扇子 我也要定了 你 扔师父修正过 只要这条路是留给我们走的 张兄还不明白吗 他不怕 他不怕 大虹哥 那老牛的小娘子 也被我一耙处死了 拨开一看 原来 是个愚眠离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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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笑儿 一笑儿我 不怕心说 太坠我 骗我 我没错 我一直以为 攒了功德 我 入了先班 他们就会放过我 也会放过你们 原来 我这样的人 只怕独自活着 便是罪过 张兄 照顾好齐儿 我似好花的东西 旁不得 我似好 费物 抱歉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百事会也合情理 可那小鱼儿小车子为何也打得这般狼狈 风风火火云里雾里 你所见即是你所愿 若不是心神不安 怎会被自作聪明的孩儿所骗 急之亦不暇 还之获自明 下次没了悟能 你还能悟空吗 尾翔夫牛王 连玉帝都降下旨意 哪吒与他老爹一个脚踩火轮手拿斩妖剑赴妖锁 一个拖着宝塔神邪照妖镜 再汇聚一干神仙 好一番恶战 这才让那牛王勉强认输 孙悟空大闹天宫时 登倒了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几块内有余火的砖落到此处 化为了火焰山 老君怪那守炉的道童尸首 将他降下人间做了火焰山土地 这是吉雷山摩云洞玉面公主 她有百万家私 幼慕牛王神童广大 情愿道陪招赘为夫 她两个过了阵快活日子 直到取经一行人到来 玉面公主被八戒打杀 传说两人还生有一女 不知下落 那牛王倒地之时 回眸一顺 肆意看到了他最害怕的噩梦 红孩儿脚踏战车 领六剑将来取他性命 他愿这一天永不到来 却又盼着这一天快点到来 优优独播放 颜辛i 好致儿 我们这是还乡 不是投胎 那老猴子好不好都在花果山顶上等着呢 不用忙慌 咱们按他吩咐把五根收归来 只待他拿出第六根齐了 他拿出第六根齐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